然後另外你看 現在國民黨其實是不是在塑造一種氛圍 我們是幹嘛的 我們是愛好和平的 我們是希望兩岸和平的 結果我們現在都被萬劍穿心了 然後網路接約可殺 名嘴一片不仇恨就不愛國 那種感覺 所以還有說怎麼有阿嬤打給他 不要打仗 我們經歷過古寧頭大戰 知道那個多慘 只有經歷過的長者才知道 台灣現在就是生活太安逸了 所以搞不清楚狀況的意思 你怎麼看就是現在在藍營方面 他們到底想塑造一個什麼樣的氛圍 現在去當兵的我告訴你都沒有用的 都是那種失業來找工作的 其實今天這些被統派生生出籠了 我這是一個新的定義 以前我們都說他們是統派 他們是獨派 現在我加一個就是說 不能叫他們統派因為不精準 他們是甘願被統派 所以叫被統派 你上面那麼多人頭 我覺得用一個被統派 你就知道他們到底犯了什麼樣的一個盲點 我不從這些人看 我先從今天引發眾多爭議的榮映台 榮映台寫大江大海 那個是李敖 他特別寫一本書反駁的 他說大江大海騙了你 今天李勘他的兒子很高興說 榮映台你引發爭議 我剛好也慶祝國台辦本來封殺這本書 現在又讓他上架了 他要大家看這本書 以搓參這個榮映台的偽善 這是我們看到大江大海的他整個概念 可是榮映台今天說什麼犯眾怒呢 他說我不管你說什麼 我就是反戰 反戰這兩個字很好用 就像陳玉珍他最近在操作的 戰爭以和平 他把它操作成我就是反戰 我等一下會講陳玉珍 你知道犯了什麼樣的一個盲點跟語病呢 今天所有人跳出來了 我先引出他們的就代表我的意見了 我覺得他們講得真好 一個是呂秋元律師 他怎麼講 他說不管你怎麼說 我就是反共 對 然後林志群律師怎麼講 說還看到有人開始檢討起被害者 真的好棒 我再加一個真的好棒棒 榮映台你檢討台灣 我們是被害者 誰是加害者 誰一天到晚攻擊他們軍艦擾台 然後飛越海峽中線 用什麼恫嚇的方式來恐嚇你 其他網友就說 大江大海才老奴才了 誰卑躬屈膝 差別在於什麼 他們恫嚇就算了 他們為什麼要恫嚇 他為什麼要擾台 是如果未來有發生戰爭 他們想達到什麼 以戰逼統 那所以顏哲雅也是一位作家 顏哲雅選擇是哲 他就說 榮映台你講這個太... 太省略了 你應該講說我反什麼 我不是只講我反戰 我反對中共以武統逼戰 對 其實這很簡單 今天誰都反戰啊 對不對 那誰是加害者 可能的加害者 就你老公嘛 你一天到晚在那邊 口吼我們 除非我們都變成 老奴才 我們變成小奴才了 我們要怎麼做 他們才... 相安無事 就叫我們台灣變成中國的一省嘛 那這樣子的話 這樣就安全囉 我們台灣就送給中國了 我們不必打仗了 他們立刻來接收了 所以我們為了後代指示 我們在撐什麼 就是說 只要能夠反抗的一天 只要能夠反被統的一天 當然要撐下去嘛 在國民黨裡面 難得有幾個腦袋清楚的 我認為朱立倫是 可是你看看他的談話 他不是親美反共嗎 他也跟著這幫人 包括跟著馬英九這幫人 在講同樣的話 跟著陳婷從 跟著所有的那種 也跟著恐嚇台灣人的 這些人講話 他說我們假設在中美之間 政府應確保兩岸和平 這句話我已經沒時間去論述了 但他說總部可能每天 喊著拿哨走上戰場 他在反擊蘇貞昌 對 那我請問 你這些話怎麼不去對老公講 你不要每天把他攻擊落台 對 對不對 那被迫有一天我們上戰場 你就看到其他人 他們就開始 還沒有那一天 他們就跟你講說 你沒效啦 國軍不能打仗 你能撐一個月嗎 馬英九講守戰局中戰 你們這些人怎麼樣怎麼樣 那這些人都犯了同樣的毛病 請你們去跟老公叫囂 你們沒有 好 我來破解陳育臻 陳育臻就詭辯 他說我開花木蘭 他們最近引發爭議 我覺得他們騙尾打的那個感謝 新疆委臥自治委員會沒有錯啊 你們幹嘛他們借場地沒有 不只是借場地的問題 如果問題只有借場地 那好解決的嘛 為什麼全球對於好萊塢 拍了這個花木蘭 他們有其他的論戰 就是因為大家眼正在看著 老共在新疆搞集中營罵 那你陳育臻你怎麼不批判 他又講了一個 那個楊品華最近在對岸 那個海峽論壇上 說我是南島語系的 這個血統啊 我怎樣講 我覺得我好羨慕他喔 可是他又在詭辯 他沒有提的是 楊品華在那個台上講什麼 我是驕傲的中國人 你今天陳育臻你是不是想講 你不敢講對不對 然後他又去講述說 我是金門人 我不是台灣人 罵我的人這些都靠帽子 都說我是中國同路人 台灣還有言論自由嗎 台灣如何如何 拜託 你不承認你是台灣人 你就說你是中華民國國民就好 否則你把身份證交出來嘛 你講金門人 金門人是獨立了嗎 他下去沒講 他很羨慕楊品華 你是不是要講說我是中國人 因為以前苦林跟他激戰 他講說我的中央是北京嘛 對 他都玩著這種障眼法 然後他自己先扣帽子 然後再說你扣他帽子 這就是那其他的 包括他又來什麼 金門啊 那個老阿嬤跟我講啊 千萬不要打仗啊 多可怕呀 是啊戰爭很可怕 誰願意打呢 是啊 那問題是 講了一副我們願意打的樣子 問題是他要講說 那個阿嬤說要叫政府 哪個政府啊我請教你 蔡英文有時候一天到晚來打我 來打我沒有嘛 對 你應該去跟 好好說跟這個中共 反正你有管道嘛 所以今天我就跟柯次恩 以前美白小腿害了你很慘 你今天又來插花 你就不應該插陳婷寵這一度 真的 為什麼 的確在陳婷寵時代 我們的常備軍服役的期限 從兩年變一年 馬英九呢又更縮短了 他後來搞一個全募兵制 募兵後來到處像拉保險一樣 無所不用其極 一直都沒有辦法 成功 我們現在的這個戰力 如果對方我們假設想定是對方兩棲登陸 我們的戰備不足 今天的那個 這些都誰搞的 不是馬英九任內搞的 輕戰車不是失事嗎 就有一位長官他不幸身亡了 我就講說那個引擎是65年前的 已經65歲年紀了 那個老戰車 你現在還在用 常常那個維修保養都要 請那個官兵弟兄在旁邊 先拿著滅火去等 為什麼 因為怕他失火 怕他燒起來 的確 我們的國防確實是有待改進之處 我們很多武器戰備都老舊了 但是誰在弱化國防 你們為什麼不講不罵 就是你馬英九執政八年嘛 國防預算年年遞減 然後弱化國防的那個 我以前有一套論述已經講過了 你們為什麼不譴責 那我相對來回來跟現在執政黨 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三進院統帥講 缺什麼 你就要補什麼 因為經歷過這一次 你挖掘很多問題 譬如說人家嘲笑我們這個戰力是零 完全不對 柯真你腦袋清楚的話 我們的戰力是陳寗聰講的零嗎 陳寗聰講說我是中國人 你要不要跟啊 你跟嘛 你不要在那邊顧左右而言他嘛 好都要去補 你不要想說所謂的這個什麼 人事費佔了三千多億的其中的一半 都給人事費吃掉了 沒辦法 就像我們現在國軍升空 我們的空軍24小時待命 他們升空 那是必須要花的所費嘛 你當你出力的人 我回頭再講 你說不能每天喊著拿掃帚上戰場 你喝不食肉米啊 你去看看空軍24小時待命 我們軍方現在怎麼樣 每天不分昼夜的 在整個在互惠我們的安全 在跟中國兩方軍機在 所謂的互相抵制 你是不是說什麼空話呢 我們的飛機能不起飛 不去對峙的話 我們何必花這個錢呢 你是不是講這個什麼 腦袋清楚的人 講話要小心 好 我最後講那個陳廷寵 陳廷寵就是 我很贊成青皇剛剛講的 2019年那些小朋友回到台灣 這樣子唱什麼 唱我們中華民國格歌 你以為就是說 看了很感動 第一時間 就你當時去看那個字眼 他們第一次唱國歌 為什麼他們暑期要跑回來 強迫他們回來 要補這個補那個 是因為在中國大陸 他們什麼台商學校 他不准你弄這個 不准你學這個的 去頭去尾 我們在台灣連個 克剛都吵得 變成統獨大戰了 克剛大家都吵不完 他在中國大陸 他派督學 他要給你預算 他在那邊准你特許設台商學校 他要給你補助 你小朋友在那邊念書 當然我們的教育部 是希望用這個錢 把他們至少留住 思想不要變成一個中國人 從小到大跟著爸媽在那邊 已經很辛苦了 然後到時候變成中國人 所有的思想概念 全部然後到大學 一直到出社會 他是想豪意把這些台商 有很多台商也很愛台灣的 他希望小孩子 不要跟那些中國小孩子 一起成長一起受教育 所以才有台商學校的 這個成立這個空間 結果 這個 陳廷崇 他所幹的台商 我們以前沒有碰到 陳廷崇自己惹疫的這個點 我們不可能去探究 所以好好去探究 這些錢該不該花 他們能不能夠確保 你可以再強制一個規定 我請這個 教育部好好研究一下 是不是可以硬性規定 他們既然是台商學校 我們政府也給了補助 是不是可以把他們 留在台灣上大學 而不如像金黃講的比例 我之前也看過 從剛開始 都後來高中以下的 高中畢業就回到台灣 現在不是 像三成五成一半以上 全部都留在中國大陸 去上他們的大學 那你前面的養成費用 你每年六千多萬 六千多萬投下去 你不是白花了嗎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不要恫嚇台灣 我在戳破陳韻貞的一個假象 他今天講說 那個古靈通戰爭多可怕啦 我們家以前有手榴彈 我們還有步槍 我自己還去參加過自衛隊 怎麼樣講 好像真的好像要打仗了 他之前講廈門 什麼台商傳一個影片給他啦 那個他們解放軍都在儀房 他那個台商擔心自己的子女啦 叫他去叫他的小孩幫忙儲水 幫忙照顧他小孩 錯 你想想看 現在是一個在天涯 一個在海角 我自己做父母的 我跟我小孩聯絡 是有這麼困難喔 我還透過你陳奕貞 去告訴我小孩儲水吧 台灣的情況 即使他在中國大陸做事情 他會不知道嗎 你人間消微 這個一下就被戳破 只是沒有時間跟他吵啦 今天又來了 他不過就是跟中國唱同樣道 想來嚇唬你台灣 最後講到 今天有一篇文章寫得非常好 他說國民黨正在什麼 集體自殘 什麼吳思淮蹲完 陳怡甄蹲 陳怡甄蹲完 葉玉蘭燈 這個故事我們都不用講了 有些哪些內容 我們都評論過了 問題是江啟成最近丟出來一個什麼 他們也提案 希望我們台灣跟 台北互交 他們是中美互交 他們要回到過去那個中華民國 跟美國建交那個歷史 還是希望美國來協防台灣 我們那時候就 第一時間擺事不得其久 後來想通了 他們想逼民進黨 等於說逼江法啦 逼你們現行 你們不是在那邊 每天在那邊好勇啊 怎麼樣 那如果真有一天 老共會武統啊 台灣你給他們 老共出兵的理由啦 怎樣怎樣 第一個理由 可能是這樣 第二個可能張啟成 自己民調太低 他要選黨主席啊 他覺得是不是 這個國民黨走到死胡同啦 民意這麼差啊 他要跟這個27%28%的 像朱立倫抗衡啊 還有民意整個不在他們這邊啦 他對內要把這些 陳毅貞們的這個 清中的這個溫度給降下來 所以各種理由 你可以用路線的方式 很嚴肅去探討 但我說 就算江啟成是真心誠意的 但你能夠抱著鱷魚 不被反咬一口嗎 黃復興這些推降 黃復興的體質 還有你們中常委 富賀米嗎 你們中央委員 你們黨代表 還有陳毅貞們 你們這不分區50塊 50塊現在還自創兵推 自己來說 老共打來要怎麼樣 都是這些人在搞 所以啊 誰真正在嘴上講和平 可是帶來戰爭的 就這些人嘛 對 箭頭請指對地方 否則的話 我們台灣不吃你們這一套